就像这部刚刚与观众见面的谍战剧《追分者》一样 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紧张的剧情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在这部剧中,王一博与李清的联手合作无一成为了观众瞩目的焦点 除了他们之外,王阳、高露、杨坤以及王学奇等演技派演员的家们也为该剧增色不少 他们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底,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栩栩如深,让人印象深刻 在1930年的上海,一场金融谍战如火如荼的展开 其背后则是纷繁复杂的人物群像,凭借剧本的细腻构思和精心打造 这部剧在刚一上线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其收视率的稳健上升态势已然装显了它备受瞩目的热度 该剧的口碑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有些人对其赞不绝口,而另一些人则持批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蝶战剧这一题材本身就颇具吸引力,自然难以迎合每位观众的口味 口碑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现象,至于作品的质量如何,真正懂行的人自会明了 尽管追分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根据目前已播出的剧集内容来看 其紧凑的剧情节奏和接连不断的悬疑元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观众们的深度沉浸 除了其独特的金融背景设定,剧中还弥漫着浓厚的蝶战氛围 华美展现了优质叠战剧应有的风采和韵味 近期,该剧的领衔主演王一博收获了大量的赞誉 然而与此同时,她也面临了不少的争议和质疑 从表演技巧方面来说,她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角色的塑造非常完整 同时在情感传达上也展现出更为精致和入微的表现 业内的评价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却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直接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吹风者这部剧在角色选择上展现了充分的诚意 尽管采用了资深演员与新生代演员相结合的老代心模式 但几位实力派演员的表演依然为观众带来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精彩瞬间 比如备受瞩目的中年男演员佼佼者王阳 他被誉为书签顶流 对他而言,叠战题材的作品可谓是其有刃有益的领域 对于扮演大佬这样高级别的角色,他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他所饰演的神徒难以亮相,便自带一股难以言喻的庄重与威严 令人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绝非刻意装出来的 面对杰出的魏弱来,他眼中闪烁着欣赏的光芒充满了肯定 尽管他的话语显得有些考究,更像是对于一位年轻人的考验 然而,这其中却透露着更深的宽容与理解 在金融市场的分歧引勇中,神徒难总能敏锐地洞察 并精准地把握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 尽管挑衅者对他冷言冷语,他仍旧以谦信的态度回应 嘴角间流露出的微笑 彰显出这个角色的深沉与老恋 面对敌对势力的挑衅,他毫不退缩 展现出坚定的立场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当他以冷静的目光直视对方时,一股强大的气场立刻弥漫开来 令人感受到他坚定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意志 王阳真不愧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完美地诠释了沈图男这个角色 让人不禁赞叹,其演技之精湛,实在是太适合这个角色了 女主角李庆同样展现出了许多值得称赞的亮点 在欣赏这部证剧之前 我曾以为他可能会难以把握像女战士这样充满挑战性的角色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一亮相便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英勇气概和撒手分彩 他手持狙击枪,潜伏在楼顶之上 目光敏锐地观察着前方的每一个细微变动 当敌人终于现身,他的眼神立刻变得冷冽而坚定 随即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在这一刻,战士的形象被刻画得生动逼真 仿佛真实存在于眼前 这位原本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千金小姐 对于那些角柔造作的应酬场合并不感冒 当他在酒会上再度邂逅为若来时 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惊异之情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展露出灿烂的笑容 使角色的机智特质在这一刻被充分展现 达到了最为显著的效果 每次收到上级指派的潜伏任务时 他都会经过一番精心的伪装 仿佛瞬间脱胎换骨 与那位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形象大相径庭 无论面对何种角色的转变 李清对角色的领悟之身都令人赞叹 他无疑是转型极其成功的一位演员 此外 剧中的两位资深演员杨坤和王学奇 同样为我们呈现了极为出色的角色表现 他们的精湛演技为剧情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使得整部剧更加引人入胜 两位数中的第二小数字即为二 自他踏入演艺圈以来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通过演艺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位年轻演员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 在《无名》中 叶先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质 而在热烈中 陈硕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至于《冰与火》中的陈宇 则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这三位角色各具特色 无论是气质还是表达方式都各有迁究 在《追分者》这部剧中 王一博所诠释的魏若伊角色 辅一亮相便以最为真实质朴的形象 呈现在观众面前 尽管他来自贫困家庭 尚未从上海的会计学校毕业 生活也颇为艰难 但他怀揣着在上海闯出一番天地的梦想 决心留在这座繁华都市 他真是幸运至极 竟然遇到了沈图男 这一刻他的命运轨迹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最近播出的两集剧情中 有几个镜头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充分展示了王一博 在饰演这个角色时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对细节之处的精心刻画 让人深感激专业素养 与对角色的深入揣摩 比如说这样的场景 魏若来成功机身央行 正式成为其中一员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酒会上 他的朴实无华被展现得已览无鱼 他无视周围人的目光 面对着眼前的饼干和酒杯 毫不拘束 在闪烁的霓虹灯下 他随着音乐的节奏 偶尔轻盈地摆动身体 接着他随手拿起一块饼干 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 随后他又举起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那份不羁与洒脱尽显无遗 在整个会场中 他的朴素不一与周围那些身着西装 皮鞋真亮的男士 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他对此并未感到 一丝一毫的尴尬或不自在 反而自得其乐地品尝着食物 畅饮着美酒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目睹了一个 来自贫寒家庭的孩子 在置身于奢华环境时 他的首要选择却是满足基本的饥饿需求 尽情享受眼前的片刻欢愉 毫无表演的痕迹 一切都呈现了恰到好处 仿佛观众也身临其境 置身于那个会场之中 我们仿佛就站在魏若来的身旁 默默地凝视着他 感受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和神情 此外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 魏若来进入央行后 面临的是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 以及不识遭遇的他人 以止气势 然而 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学生姿态 从未有过任何抱怨 他努力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 力求在繁琐的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 在过程中 或许会出现些许意料之外的小差距 从中我们能够窥见他的慌乱与不安 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 正是角色所处心理环境的生动写照 或许在这一刻 许多人都能在这个角色的身上找到共鸣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那些深藏心底无法言说的委屈 那些无法抗拒的既定规则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年轻人 对于成长进步的渴望与方向 在展现这些特质的过程中 王一博对于那个度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 因此该剧的导演姚晓峰对他的评价并不令人意外 他是这样说的 交流结束后 我深感此人正合我意 角色所需的气质正是我所寻觅的 一个纯真而未经世事的青涩少年 事实证明 这次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 这句话虽短 却剧剧触动观众的心灵深处 直抵心砍 或许正是王一博身上流露出的那份真挚情感 让导演看到了他能够把这种真诚传递给观众 从而让人寝不自禁地沉浸于剧情之中 虽然王一博在多个细节表演层面 仍有显著的成长潜力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扮演魏弱来这一角色时 所取得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 这无疑展现了他的演技实力 持续保持这份谦逊的态度 通过不断挑战和塑造各种角色 终将磨练成为一名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在此文结尾处 我想最后再补充几句 追分者在剧情设计方面 展现出了诸多引人入胜的亮点 成功突破了传统叠战剧的常规框架 熟入了诸多新营且富有创意的元素 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叠战元素 他自身就具备了极高的观众吸引力 再加上众多实力派演员的 清新投入和精湛表演 使得整个剧情显得更为丰富和立体 尽管主演王一博饱受争议 但从已经播出的几集来看 他成功塑造了魏若来这一成长型角色 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 我们有望见证他在更深层次上 展现更多突破性的表演